您最想关心的话题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 两岸关系特殊 谈外交处境艰难 如何维系和两国之间的邦交 而在两国都曾传出 和台湾外交关系可能申变情况下 我们要来如何观察 政府在巩固邦誼上 面临哪些挑战 今天我们节目中访问到 治理科技大学国贸系教授 拉丁美洲经贸研究中心主任 向俊 向教授 我们观察探讨 非常欢迎向主任您好 两位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非常欢迎向主任 首先我们要来谈的是 台湾跟巴拉圭的外交关系 长达有60年了 那么就您的观察 双方在国会这方面的交流 还有经贸文教方面的合作 到底有哪些 那么有达到哪些成果呢 我想这一次去访问 其实在7月的时候 台湾应该说是蔡政府 已经有收到一点点的 这个国际上的注意 因为这件事 我记得好像是英国经济学人 还特别为蔡总统的访问 作为一个专题报道 在那个报道里面 大概有提到 比如说有我们蒋介石的铜像 还有当年我们新建出资的 这个巴拉玛国会 等等这些东西 但是那边报道里面呢 谈到巴拉圭的国会的建筑物呢 我记得去年4月份的时候 因为当时的总统 应该也就是现任总统 还没有就职的这个总统 因为为了要这个 能够让他继续连任 引起他们民众的不满 所以当时曾经放火 把这个国会大厦给烧了 这个倒是相关报道里面 比较少再提到的 那么有关我们跟他国会的来往 其实非常密切 除了国会大楼 是由我们捐赠的之外 那么他所有国会议员 所使用的笔记型电脑 等等这些 其实都是我们台湾捐赠的 至于其他的除了蒋介石 当时留下来的反共的因素之外 因为现在这一次 这个刚刚上任的这个总统 他的父亲呢 就是当年巴拉圭强人 史托斯纳尔的私人秘书 所以我倒是觉得 这位总统当选啊 对我们应该是有相当的帮助的 那么我们台湾对他们的 帮助呢 除了刚才国会部分之外呢 我们已经跟他们签署了 非常多的经济合作的这个协定 其中最重要的是 我们还有帮他出资新建 4500户的社会住宅 还有今年4月份 两国有推动这个教育上的 台八工业科技大学 这一次蔡总统去呢 最主要的活动之一 也就是为这个大学来揭幕 所以这是目前双边的关系 算是非常稳定的 是好谢谢主任 为我们的观察说明 接着请主任帮我们来说明 就是巴拉圭他们在对外关系上面 他们主要的一些处理方向 跟在外交上的一些原则上的话 您的观察是怎么样呢 当然会影响这个外交里面 其中有很重要的一个就是他的国会的状况 他们目前就是跟新总统要一起上任的这个国会 他们的反对党最主要 因为他们现在的这个红党是执政党 但是真正最有利的这个反对党 叫做真正激进自由党 这个党的席次呢 也非常的多 几乎跟执政的红党是一样的多 这是第一个 在未来可能会影响跟我们邦交的一个因素 是新的国会的状况 第二个 他跟我们邦交里面 大概最可能影响到的就是 他目前是南方共同市场的成员国 但是中国会不会借着要跟南方共同市场签FTA 而要求巴拉圭和我们断交作为条件 这件事我想对巴拉圭的压力非常大 再怎么说经济的利益还是非常需要考量的 那么就举例来讲 这个他目前虽然跟我们没有邦交 但是因为这个美中贸易战的问题 譬如说这个大豆 目前为止来讲 美中贸易战里面所影响到 中国向美国购买大豆的这个差额里面 最重要的来源通通通都是由巴西 阿根廷乌拉圭 通通都是南方共同市场的会员国 那么巴拉圭虽然还没有 跟中国大陆建交 但是他已经透过阿根廷汉乌拉圭 向中国出口大豆 所以说在未来 巴拉圭是不是能够顶得住 南方共同市场要跟中国签署 自由贸易协定这件事 可能是决定是否跟台湾断交最主要的原因 非常谢谢主任您的解析 就是目前巴拉圭的国会状况 还有就是说南方共同市场的成员国 都会影响到未来巴拉圭 对外关系处理 这次我们总统出访 就是为参加巴拉圭的总统 阿布图的就职大典 巴拉圭目前的政情是怎么样呢 Murton你有提到说 目前看来新总统跟台湾的关系 应该是还不错 是不是就会继续开启一个 非常稳固的关系新起点呢 我想这个能够对台湾外交关系 你说就能够因此而有 比较新的这个起点 或者更稳固 这个说法可能需要稍微考虑一下 我觉得用显宗求稳甚至于求胜 也就是其实挑战大义机遇来形容的话 可能更合适 因为其实在美国 参议院外交委员会 在今年五月份的时候 就曾经召开 美国在亚太领导力举行听证会上 对我们台湾非常支持的 这个佛罗里达州的参议员 共和党籍的卢比欧 就曾经在那个国会听证会上面 表达 巴拉圭与台湾的邦交 表示非常的关心 其实他最主要是担忧了 所以我想连美国 对于这个巴拉圭和台湾的关系 都非常的关心 我想 应该不是空穴来风 那么 举例来讲 比如说中国在南方共同市场的 这个出口的额度 占了15% 超过美国目前的11% 也就是说 中国在南方共同市场的贸易的重要性 已经超过了美国 所以美国自己本身也非常关切 未来在南方共同市场 南方共同市场这几个 除了巴拉圭以外 还有巴西 跟您通通都是中国大陆 目前已经有非常大的 这个经济来往的国家 所以连美国都感觉到 非常的 这个有压力 所以我想 台湾不宜掉以轻心 是好 非常谢谢主任的说明 接着想请教主任 这次蔡英文总统呢 访问巴拉圭之后呢 接着就要到台湾 另外一个友邦贝里斯 那台湾跟贝里斯的外交关系 已经有将近30年 主任您怎么观察 双方在经贸文教 还有哪些领域 有一些交流合作跟成果呢 贝里斯是一个很小的国家 它的经济规模也很小 大概全国GDP也就 32亿美元左右 然后这个人口也非常的少 但它人均还算比较高一点 大概有8500块美金 这是非常小的国家 我们跟它建交这么多年来 除了政治上的意志 我们当然对它们其他方面 都有非常多的交流 譬如说 我们在2016年就跟它签署了 有这个公共医疗与技术合作的协定 还有慢性病防治能力的机构 然后我们还援助过他们 太阳能度灯先锋计划等等 民间的医院 譬如说亚东医院也曾经主团到那边去议诊 所以在一般跟人民生活比较有直接相关的 我们倒是做了不少事 那么就在去年 外交部长李大为还跟他们签署了一个叫做 中华民国政府与贝里斯政府2017年到2022年 双边合作了解备忘录 那么这个是一个五年的计划 那么当这个计划里面 大约我们提供它6000万美元 其中有2000万美元是属于赠予 也就是不需归还的 另外的4000万美元还要分4年给他们 所以当时在去年签这个约的时候 还有人批评是蔡政府的这个金融外交 但是因为这个国家很小 它的人口一共也就不到40万 比较有趣的是 当年好像前副总统吕秀莲曾经说 台湾可以大量的移民到那个国家 甚至于把贝里斯 如果人口超过当地的国 干脆把该国的国民改成台湾共和国 当然这个是属于笑话 那可见了这国家 它是第一个人口很少 然后经济规模很小 所以实际上在国际上 是没有什么影响力的国家 但是也就是因为它小 所以我们台湾到目前为止 才能够有能力满足他们的需求 让他能够跟我们维持这个正式的邦交 是 好 我们在今天呢 关注蔡英文总统12号到20号访问 中南美洲友邦将会参加巴拉圭新任总统阿布多的就职典礼 同时也会前往贝里斯 那么这次总统呢 会前往贝里斯大使馆 并且跟台湾街的街牌 跟台湾街一号门牌合影 同时也会主持台湾奖学金受奖学生证书颁发典礼 那么也会接受贝里斯总督杨可为赠讯跟国宴的款待 并且会拜会贝里斯总理巴洛 那么在今天后过治理科技大学 那第一美洲经贸易就中心主任向军我们做解析 那么台湾如何跟巴拉圭还有贝里斯 那么维持很好的外交关系 但是呢可能也会面临一些挑战 那么稍后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再继续请教向主任 来针对呢台湾要巩固在中南美洲的邦交 会面临哪些挑战 我们节目稍后来 最敏锐的新闻嗅觉 延伸您的视野 让您听到最硬的两岸焦点 连先访问这次随段出发的洋广记者黄卫婷 是的 今天在大陆福建平潭举办了一场两岸关系研讨会 对世界经济于亚洲会产生哪些影响呢 其中五百岁是感染孩子病的孩童 那分散在广播上 从政经情事分析 两岸交流观察到新闻现场之籍 两岸ING有最多元的声音 多面向的观点 以及最专业的剖析 请收听每周一到周五 晚间六点到七点 由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 王力杰韩启贤 制作主持的两岸ING 是阳光北方打开了世界之窗 是阳光翅膀 环绕着地球飞翔 这也是中央广播电台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两岸ING 我们今天节目中很高兴访问到 治理科技大学拉低美洲经贸研究中心 主任向骏向主任 来我们解析 接着想请教主任 就是有外传 还有报道传言指出 去年贝以斯对于台湾的援助 有一些不满 另外我们也看到中国大陆 在拉低美洲 着力也是相当深 未来台湾跟贝以斯的外交关系上 有哪些我们需要关注的部分 除了刚才我讲的 有关于医疗 文教 各方面 就是跟民生直接相关的这些事情 可能是我们比较能够着力的地方 正因为它小 正因为它人口也很少 目前来讲 就我们台湾的经济状况来讲 虽然不属于金元外交的范围 但是也算是我们台湾能够有能力来维护的邦交 譬如说在加勒比海之前 这个五月份才来我们访问过的这个海地的状况 我们台湾一共编了45亿台币的来兴建他们太子港 这个到目前为止 还都算是我们台湾的经济状况 能够支撑的这个援助的方式 所以我想台湾应该好好的把握 这些规模比较小的国家 能够维持这个外交的关系 是 那么紧接着相关的 就是说外界也担忧 就是像巴拿马跟多米尼加 那么先后跟台湾断交 在拉北地区会不会有所谓的骨牌效应 不晓得主任您有什么样的看法 我想这个骨牌效应绝对有 譬如说像刚刚讲的这个海地也是其中之一 那么就中美洲来讲呢 还有一个跟我们关系还不错的 就是沙尔瓦多 沙尔瓦多跟刚才的这个巴拿柜的状况相关 就在最近的时候 这个七月份的时候 美国也忧虑中国在沙尔瓦多的投资 那么以前通常都是一般的媒体 或者商界的人士 会做一些评论 那这一次呢 美国是由美国驻沙尔瓦多大使 亲自在七月九号的时候 公开宣示 他说中国有意投资 美国东部的联合港 那么他表示对这件事情非常的忧虑 而且因为中国进军中美洲 与加勒比亚除了经济的目的之外 还有军事的用途 还有美国国内的高层认为这个港的新建 未来可能会影响这个地方地缘政治的平衡 那这个大使还透露他们国内国务院 曾经召开过整个拉丁美洲地区 所有的大使的这个会议的时候 连国务院都曾经表示对这件事情 感到非常的忧心 而且中国现在在巴拿马运河两头 正在行建码头 所以像这个萨尔瓦多这一件事 非常明显的就是受到了这个 巴拿马跟我们断交之后的骨骸效应 所以我们目前所看到的报道 除了大家在预设 可能下一个跟台湾断交的话 除了这一次去访问的巴拿龟之外 其实萨尔瓦多目前的状况也非常的不稳 跟台湾的房交关系非常的不稳定 谢谢主任的观察 主任那想请教您 就是那您怎么样观察中国大陆 它是如何经营和中南美洲一些国家的外交关系 对我们产生哪些的威胁呢 他们能够影响我们 所以基本当然是 第一个是透过贸易 因为他们大量的在过去十年里面 他们对这个原物料的购买 那么现在大陆虽然经济放缓之后 但是他们把之前的所谓的采购原物料的 慢慢的把它转移到这个对当地基础建设的投资 其实这也是他们的产能的外交的一种 而且最近国际上出现一个名词叫做耐心资本 因为中国呢 这个耐心资本谈的是 中国除了拉丁美洲之外 还有很多地方它投资 它是因为是由政府投资 所以它不像一般的商业银行 或者一般的金融机构 它是不讲究 比较对这个回收的这个期限 不是这么的短 所以他们可以十年二十年之后 而且他们的这个回收报酬率 它也不是这么高 一般来讲 商用投资的可能会到了二十 甚至三十 但是它以国家的力量来投资这种 所谓这个信心资本 它可能只要求百分之十的回收率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中国的耐心资本 的确是有助于中国大陆 在拉丁包括拉丁美洲在内的这个投资 那么因此就能吸引到比较多的国家 来跟他们这个保持相当的关系 那么另外一个他们的优势 当然就是政治体制 因为到目前为止 没任的国家领导人 大约可以有十年的时间 相对其他国家 以我们台湾为例 四年 你两任仅多八年 那么这个比较长时间的这个领导人 至少有十年的时间 他能够规划出来的计划 相对而言 其实是比较稳定的能够执行 这个是大概是两岸 在政治制度上 还有在这个经济规模上 可能比较大的不同 相对来讲 可以对这个邦交是有某种程度的影响 非常谢谢主任您的观察解析 我们也都知道台湾已经洋气金钱 外加不过听来 我们相对中国大陆 日渐壮大的经济实力 还有两岸的政治体制的不同 那么我们怎么样去巩固我们的邦交国 那么不晓得主任您有什么样的建议 可以采取哪些更积极作为 来讲话我们跟中南美洲友邦的关系呢 目前来讲 我们政府可能可以用ODA 就是政府开发协助的模式 一方面这个主要的原因是 因为当地的国家 一般来讲 拉丁美洲的国家 他台湾的状况很严重 所以我们如果直接把这个钱交给他的 不管是政府也好 或者领导人大概也就被误掉 实际能够用到改善国民生计的钱 大概比例非常小 所以ODA也就是政府开发协助的 这个方式是可行的 但是我们目前提出 比如说刚刚所举例的海地的这个例子 我们这次编了30亿 然后由政府来补贴预算 我们目前政府预算 ODA的这个规模非常小 以过去六年来讲 我们ODA平均每年只有3.3亿美元的 而且多半以巩固邦誼为主 但是这一次呢 我们以海地这个案子来讲 我们为了海地开发太子港 输电网的新建工程 我们一次就用掉大约3亿的美金 也就是以前每一年也就3亿 我们这次光援助海地一个国家 就用掉了3亿美元左右的资金 所以我们未来可能有关于ODA的编列的预算 还需要多一点 但是如果编的太多 对于我们的国会来讲 立法院来讲是不是支持 这可能是政府必须要考量到的因素 好 最后请教主任 就是请您观众观察 就是美国总统川普上任后 对于中南美洲国家采取的一些外交做法 我们台湾可能需要关注哪些部分 而且可能会有哪些一些进阶的影响呢 这里面我想美国还是最重要的一个决定因素 我举例来讲 像之前跟我们战交的巴拿马 就是因为美国退出中南美洲之后 包括巴拿马在内的美国 他都已经慢慢的失去了他的影响力 以巴拿马这个案子来讲 他们之前的大使是去年12月辞职的大使 他说因为川普政府 让他觉得在那边已经没有办法再继续干 他认为川普扭曲和背叛了美国的传统核心价值 那么我想这个大概不仅止于巴拿马前任大使 他个人 所以川普在拉丁美洲的影响力越来越小 这件事情我们应该要了解到 是不是在拉丁美洲上面 还要以川普或者美国的这个态度 为最主要的依据 可能是我们需要考量的 是 好 那我们在今天呢 关注有关蔡总统出访 中南美洲友邦巴拉圭以及贝里斯 我们特别访问治理科技大学 拉丁美洲经贸研究中心主任向俊来探讨 中国大陆在中南美洲的主力相当深 台湾怎么样来因应质疑艰困的外交处境 非常感谢主任您提供精辟的观察解析 还有建议 非常谢谢主任 谢谢主任 谢谢主任 谢谢各位听众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